祝各位身體健康,多謝醫護人員的付出,大家要保持警覺 另外比賽未完的,大家作為球員當然不會放棄 萬聯球迷要留意,就是這個禮拜日晚的1點鐘 萬聯對車友市足總盃四強展開 所以12點半會有專屬直播拿到正選陣容和大家做個預測 記得要留意,Patreon YouTube的會員同步加入 說到這場英超水晶弓對萬聯宏觀賽後評論 萬聯比賽前有點壓力,因為李斯特城剛剛贏了石斐聯 萬聯必須要這場賽事得到3分,才可以繼續與李斯特城保持同分 而且對手的水晶弓今天踢得好 大家都知道水晶弓上岸,但今天並沒有打風流球 保持專業水準,是硬淨的作風 中位壓迫有力度,反擊有速度 萬聯今天難踢 而且萬聯今天面對密集的時候很少拉邊 不過今次我表示體諒 以下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水晶弓知道萬聯要保留實力去打這個足總盃 所以水晶弓希望將賽事加速,令萬聯尷尬 令萬聯要取捨,究竟跟不跟水晶弓的節奏去踢 所以水晶弓會積極去進攻,希望打多些快攻,推快賽事的節奏 而萬聯就變了有些快攻或者反擊的機會 你打反擊或者快攻,進攻就不需要整天保持拉邊的位置 而第二個原因就是萬聯偶然面對密集的時候 不拉邊都有個好處,就是保存體能 流力打足總盃 雖然面對密集拉邊有非常多好處 但今天是一個特殊的情況 萬聯需要保留體能去打足總盃四強 同一時間萬聯的進攻點沒有什麼輪換的空間 所以面對密集的時候唯有選擇不拉邊 進攻點多點站進去中路的話,不需要整天變速就可以保存體力 拉邊做六頁的話一定要變速 上落的次數都會增加 因此這次特別情況下 我會選擇體量萬聯面對密集都不拉邊 也可以接受上半場面對密集的時候 偶然靠個人能力去解決問題過關 入球的時間是差不多完上半場之前 雖然組織在開始都挺漂亮的 班奴第一時間找到馬斯亞做個支點 再第一時間匯給班奴進去禁區頂做到主角 兩個人的配合是非常之好 但去到禁區頂要交直線的時候 福仔並不是拉邊 要做一個中路的突破 變成了班奴的傳送接近失敗 原因都是中路比較密 都是要全靠雲安賀特對方的左後位 一直都沒有給足夠的壓力 這個福仔 令福仔可以接應到球成功 進入禁區的中路 如果大家看得多球 都會知道這一類型的組織 通常都是難以成功 其實這些組織去到最後 已經是不能再組織下去了 因為福仔在中間根本就是沒有什麼空位 本來給了空位福仔的雲安賀特 都有一點時間可以跟回福仔 給壓力 福仔基本上是要靠個人能力去解決問題 那就是要吸過這個雲安賀特 如果這一下用個人能力吸不過 入球就不會出現 所以即使組織一開始多漂亮都好 最後不拉邊的話 都一定要靠個人能力才可以解決問題 情況就跟昨天曼城耶穌哥的入球一樣 曼城和曼聯一樣都要打足總盃 所以他們一齊都選擇 面對密集的時候不拉邊保存體能 那這裡是體量的 而且上半場的時候 曼聯都知道是要拖回曼國比賽節奏有好處 所以都算是沒有跟到水晶宮的節奏去走 而說到進步的方面 就有個曼聯球員真的進步了不少 我暫時不說他的名字 讓大家猜一下 大家一直聽我說或者會猜到 蘇仔一查今天終於都被馬迪休息是正確的 上半場馬迪沒有踢是對的 因為上半場的比賽品種是打中型速度假對攻 比賽的節奏是比攻防戰為快 比年紀大的馬迪休息就當然合理 他不適合打上半場這個比賽品種 至於是誰打正選去取代馬迪做派牌呢 今天我們看到普巴有做這一項功夫 其實我也覺得普巴今天的派牌都算合格 他也是繼續乖 但可惜依然還是有太過大意的失誤 例如今天就有兩次面對面交失了 給了個球對手 所以進步了不少那個人就不是普巴 進步了不少那個人是普巴身邊那個 麥湯文尼 雖然有些時候我們都見到麥湯文尼未夠決斷 有時拿著個球是會耐久一點 未能夠做第一時間的派牌 但我們必須要理解一下 就是今天萬聯的進攻點很少 拉變所以派牌的選擇會少了 而且麥湯文尼今天的派牌穩定性是比以往高了很多 以前一個上半場閒閒地可以找到2-3個麥湯派牌的失誤 但今天只說上半場接近0失誤 下半場簡直是0失誤 不過下半場他沒有打足 我不計算了 只說上半場都是接近0失誤 而且不是說下下交回後面做最穩陣 最簡單的派牌就算了 麥湯有做一些高風險的向前派牌 而且都是有穩定性 上半場就只有一下派牌 但是那一刻都未必可以算是麥湯的失誤 因為他向前派牌交給馬斯亞是一個合理的選擇 只不過馬斯亞認出來認得不夠多 馬斯亞這次如果能夠徹底認出來 再第一時間撞到右邊做支點的話 那就令到麥湯這個上半場真的0失誤 麥湯問尼45分鐘接近0失誤的確是一個非常大的進步 而且不要忘記這麼多場他都沒有踢 突然之間打正選 上半場可以接近0失誤非常難得 穩定性更好過普巴 這個絕對是好消息 我們一直都擔心馬迪的年紀大 不可以說踢到這麼多賽事 萬年必須有第二個人能夠下來打正選派牌 最初我對於麥湯的觀感很差 所以我就說要試試普巴派牌 普巴派牌合格的都很好 誰知麥湯突然之間出現進步 開始有穩定性 未來來講或者可以想想麥湯接班馬迪 可能他這幾場在後備一直看著馬迪的功夫 開始偷到C都未頂 希望他繼續可以進步下去 如果他能夠開竅 能夠做到第一時間的派牌 就可以正式成為一個派牌型的防守中場 面對麥湯派牌 來回高速球,麥湯都可以box to box 麥湯就會變得非常全面 麥湯今天的表現也證實了 上一場對修咸頓 他是應該可以打正選 這樣就可以讓馬迪連續兩場的上半場 起碼可以休息一休息 去到下半場 比賽品種不同了 水晶弓即是更加出盡力去加快比賽的節奏 以曼團今時今日的控球再腳功夫 又真的未能夠完全控制大局 所以曼團下半場選擇收縮防守區域這種方法 去拖慢比賽節奏其實也是可以的 因為收縮防守區域所浪費的體能 都沒有來回高速球那麼高 是一個OK的選擇 最重要是可以打到穩守反擊出去 可惜在54分鐘的時候 Buno兩次嘗試交直線上去打反擊的時候 都失敗了交失了球 令到曼團一直都打不回反擊出去 搞到有某些時候狗手必失 當時就是54分鐘被水晶弓把球送過入網裡 Saha今天沒有完全受制於他前隊有魂比Saga的限制 Saha今天的影片OK的 結果這一下是半射半全中去到遠處 而取代梳爾打正選的文莎就不夠經驗 不夠聰明跟回佐敦亞休 結果佐敦亞休撞了球入網 幸好這個VR檢查到鞋尖越左衛 就是萬聯避過一劫 今次萬聯狗手必失的原因 就是打不回反擊出去 Buno兩次手轉弓的傳送失敗 Buno似乎真的累了 理論上應該要用費特下半場取代Buno 給Buno看一看 可惜Buno今天打足90分鐘 令到我開始擔心 抓總盃4強的時候 Buno會不會出現體能的問題呢? 其實真的絕對不明白 為何蘇斯一查今天不找回時間 給Buno看一看 打穩守反擊手轉弓的傳送 其實都有普巴的 普巴今天打足90 就不用Buno打足90 普巴和Buno一起打穩守反擊 根本是工種重疊了 蘇斯一查今天全場都只用了兩個換人名額 所以我只可以理解不拉邊的戰術 是合乎準備打足總盃的需求 但是就不能理解調動的方針 怎樣能夠合乎準備打足總盃4強的需求 而且雖然上半場萬聯沒有跟到水晶弓的節奏 但去到下半場萬聯都出現過一種 就是跟上一場對蘇倫敦一樣的問題 就是打反擊的機會沒有了的時候 都要強行繼續打下去 盡快完結攻勢 沒有選擇拖慢個比賽節奏 去控球在腳浪費時間保存體能 強行要盡快完結攻勢 或者強行撞板而沒有了控球在腳機會的話 是會給水晶弓繼續攻下去的 我明白下半場是想玩穩守反擊去拉開紀錄 想打速度型進攻避開面對密集 去拿到今天的第2個入球 但是既然有時候你會發現反擊的機會都沒有了 人家都回來了 為什麼不嘗試有時候拖慢個比賽節奏 給自己回氣先呢? 收縮是一樣可以自己選擇的戰術來的 你失了控球拳之後不要去做高一壓迫 全場壓迫就可以了 你收縮就可以了 有時候有需要的時候 你可以主動去做這件事去收縮 所以同樣都可以先主動去選擇控球在腳 失了控球拳之後才收縮 但是太過快失控球拳的話 萬聯一直被人攻下去 其實真的有點牙煙 真的試過有段時間有九手必失的問題 只是要靠對方的鞋尖越左衛 這個問題是要等到馬迪出回來才得以解決 有一次馬迪出來了 見到沒有機會打反擊的時候 就是打了手勢喝班隊友 慢下來 去控制節奏、控制控球在腳 這樣去到下半場的中段才算好一點 我上一場萬聯的宏觀賽浩平當中都已經說過了 就是馬迪除了適合打控球在腳戰術之外 也適合打穩守反擊 就是總而言之 比賽的節奏慢就適合馬迪 他可以在適當的時候控制比賽的節奏 所以上半場打中型速度假對攻馬迪坐後備合理 所以蘇斯克查在62分鐘的時候 穩守反擊的時候 用馬迪也是合理 那馬迪有休息就OK了 不過也是那句 馬迪是應該要取代疲倦的Buno 而不是取代體力充沛 而且今天踢得好的蜜湯文尼 蘇斯克查的確是浪費了Buno的體能 不過講到浪費Buno的體能 我都真的要再爆一爆 就是今天除了蘇斯克查之外 其實還有另一個人在浪費Buno的體能 我現在就去一去廣告 給大家想一想是哪一個 其實大家剛剛都聽到我講到咬牙切齒都知道我準備講誰 答案就是後備入替取代格連活特的那個人 我現在就不會再講那個人的名字 你不知道我在講誰 你上網查一下是誰取代格連活特就可以了 蘇斯克查明顯就是叫這個人出來打右邊 但是很多時候呢 他就是進了中間搶了Buno的主角 人家Buno有大局官的嘛 他當然知道右邊沒有人 那Buno以大局為中 當然是自己衝去右邊 令到萬聯的進攻兩邊平衡 但是去到右邊是要加速跑的嘛 那就是再進一步浪費Buno的體能咯 有一次就是Buno被迫 被迫到右邊之後要加速推進 但是呢 完全都是沒有人幫到右邊的Buno 鬼咩 那個人不懂得打中間 但是他照在中間出現 在人群裡面 死都要抱著中間 但是就進了一個沒用的位置那裡 那怎麼會幫到隊友呢 那這下如果那個人能夠肯是加速 跟這個Buno交叉走位 他衝回去右邊再爆的話呢 是可以做下去的這個攻勢 那講到這裏呢 就更加火滾 球季重開以來接近場場 這傢伙都不用踢的啦 是不是照計儲了大把體能在樹啊 那這次有得讓你打一下 那你是不是要速度來爆多幾段啊 那沒錯他有爆 但是你爆去一個對的位置那裡才行的 你爆去一個錯的位置那裡有鬼用嗎 你在中間那裡爆 你可以爆到些什麼出來 你爆石都爆不了出來 我給你聽 根本就沒有空位爆 你最多是怎樣呢 你最多是撞傷對手的 那你搞什麼呢 你當然是右邊爆的嘛 右邊爆開些位置 落到底線中間的隊友就有著落咯 你死攬中間沒用的咯 應該做主角的搬奴就被人迫到右邊浪費體能 如果捉腫背四強搬奴的體能 或者身體有什麼問題 我真的要為那傢伙示問啦 是要等到什麼呢 這裡都好笑的 是要等到拉開了紀錄之後 那傢伙才多了少少拉右邊 哦 即是怎樣呢 好可愛的 原來 等到人家投了行之後才拿些武器出來 你試試二次大戰的時候這樣 你看看會不會軍發處置 那傢伙今天唯一的貢獻是什麼呢 有貢獻的 有貢獻的 就是今天曼聯最有機會的兩個反擊當中 從頭到尾那傢伙都沒有碰到球 這個就最大貢獻了 即是沒有破壞到曼聯入球機會 但其實看起來有下都很牙煙的 那就是曼聯真的入球77分鐘的時候 那傢伙呢 又是死衝到中間那裡 幸好沒有擋住馬斯亞的射門 但你看到是差點擋住馬斯亞的射門 如果他能夠攔截到馬斯亞 那今天曼聯不是贏0比2的 沒錯 這一下是打反擊 打反擊是可以入中間 但都不是入了正中間的 兄弟 我都不應該叫他兄弟的了 你當然要在中間偏右 幫隊友拉開一點點 如果這次馬斯亞是想 橫傳給隊友射空門 因為馬斯亞這一下是單刀對著龍門 有另一個方法是可以單刀 橫傳給隊友射空門的 那如果馬斯亞那一下他發現 龍門封了他射遠處的位置 他要橫交給右邊的隊友射空門的話 那你就需要有個隊友在中間偏右等 但這傢伙就不是 他進去中間 他橫切進去中間 他是準備切馬斯亞的位置 他進去中間跟馬斯亞的位置 差不多重貼 那還哪有意思 到馬斯亞想橫傳的時候 發現那位沒有人 你說是不是好鬼好笑 是好鬼好笑的 是沒有意思的 完全 你微觀星華同步 有畫面看完 你更加清楚 到時再插個 好了 現在插廣告 插些廣告給大家 按一下 彈一些廣告的視像出來 播出有聲廣告片 才可以幫小弟有些收入 多謝先 因為7月份的廣告收入是期低的 希望大家再幫幫忙 再繼續訂閱 按鐘仔 方便接收新片的通知 還有 不要裝檔廣告程式 播出有聲廣告片 Youtube方面 大家有個計劃 可以進入做專屬會員 參與專屬直播 Patreon有不同的計劃 包括專屬直播 微觀星華同步 以及片尾彩蛋 也有學生優惠 大家希望可以多點加入Patreon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